年过半百的梁宝丽 此季志工的身份是她从2009年以来 最与外界连结的人生定位 就是很美咯 就是大家 我照顾你 你照顾我 这样的 阿脸 有什么头发 阿脸 阿脸是教员 阿脸是头发 以正向阳光的态度过生活 其实过去 梁宝丽也曾因为离婚 独自抚养三个女儿 人生只剩怨对 过去的时候一直在说 为什么是我咯 如果你面对那个就是 就是贷款的问题的时候 你就是很难过咯 就是不知道要怎样 因为你一个人嘛 你不知道要去跟谁讲 对这个社会没有信心咯 然后觉得这个社会的人 就是没有那个爱心 梁宝丽封闭内心 埋手工作 二女儿的叛逆期让她相当苦恼 在朋友介绍下 母女共同暴读慈寂人文学校 开始的时候真的是 跟着她们去的时候 我的感觉就是 不错啊 这个团体 其实 因为可以看到她们是接触 这个苦难的人 从那边慢慢慢慢慢慢 这种的那个恋爱 对这个社会的 就慢慢慢慢没有了 就是你就相信 哦 原来人真是有爱的 后来更以同理心投入仿式 从复出走出失婚的痛苦泥沼 看到世界真的是很放下身段 真的是很用心啊 很用心去去关怀每个感人夫 站在她们的立场 去感受她们的苦 在最失忆时遇见了此季 人生风景大不同 重新感受到生命的美好 待新闻杜律熙彭敬贤 李绿阳 马下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